在别康乔 徐志摩的诗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布广里的燕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清醒 油油地在水底招摇 在康乔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云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揉碎在浮枣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 称一只长膏 向青草 更清楚 慢锁 满载一船心灰 在心灰斑斓里 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瞧瞧是别里的生肖 下重 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瞧瞧地我走了 正如我瞧瞧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欢迎来到 听见你的好 让一首诗 一个故事 一场电影 也能听懂你的生活 瞧瞧地我走了 正如我瞧瞧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这个 徐志摩的经典之作 在别康乔 其实在这个 徐志摩的诗作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作品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 轻轻地来 它恰好就是跟 这一个 偶然 偶然的那一个诗 成为了这个 武士时期 一开始的这个名作 因为有时候 一首诗 它不需要就是 一个很完整的 可能自制都非常精彩 有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 反而会为文学时 或是我们群体的文化心灵 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钻石 甚至是一个刻痕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 这首诗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场景 是康乔 不过徐志摩对康乔的因缘 并不是只是在写这一首诗 而是他整个这个生命的一个历程唱 康乔就成为他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个心灵的原香 因为你仔细来看发现 1922年的时候 他从剑乔 然后就留学回归中国之后 他写了一首诗 叫做《康乔再会吧》 那1926年的时候 许志摩拉再度又到了一个英国 他写的 这次他写的不是诗 而是一篇散文 叫做《我所知道的康乔》 1928年 他第三次 因为情商的原因 一个人就到了这个剑乔了 这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个经典诗作 就是《在别康乔》 而这一次的在别 就成为了最后一次 他抵达到了这个剑桥 但是没有关系 那些风景虽然离开了他 但是他留下了诗 而成为一个可能是在武士时期 第一个非常精彩的在写一个异国风情 但是这个异国风情又自我消化成我们华语的一个文化心灵的一个地点 就是它不再是一个语言陌生化的一个他方 而成为是我们语言当中可以沉淀的一个风景 哪怕是你其实也并没有到过剑桥 你也没有到过康桥 陈鲁徐志摩他这样子说的 他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真的 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波动的 我的自我的意识呢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徐志摩的家境是非常的富裕的 所以那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撑 他是可以去一开始就到那个美国去留学 其实你打开这个中国的文学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1910年左右的时候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蛮常留学的 数量上蛮多 但其实那个比较大部分其实都是留日 比如说像鲁迅嘛 毕竟是因为中国在这一边 那日本相对来说比较近 你要去负担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旅程 其实他背后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这样子 所以徐志摩的一个家境就支撑着他可以到美国去留学 但是他到了美国的这一段旅程 一开始是学经济的 因为毕竟他的家族 使得他必须可能从经济上去琢磨这个留学的事情 但是后来到了这一个英国之后 他所具备的那个学习的任务 就不是经济方面的 而可能是更是接近于哲学 甚至是文学 乃至于艺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英国文化跟美国文化 它本身上是有一个类型上的一个差异 就是一般人就会说 你看那个美国的历史跟英国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同一个语种的 美国是从英国独立出来的 而英国有自己漫长的一个文化政治史 一个欧陆接轨的那个艺术的一个情境 所以那个文化的一个后底 就开始启蒙了属于真正徐志摩的那个部分 就是他的长才可能不在于经济的方面 就成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鲁迅 对不对 鲁迅他大家都知道他其实留学的时候是学艺的吧 不过他最后没有成为医生 他成为了一个具批判性的一个知识的分子 也是一个文学家 其实我们内在的一个因子这种东西 需要自己去召唤 需要一些因缘 那不管怎么样 徐志摩终于找到真正在历史上真正属于他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文学家 是一个精彩的一个诗人 那一份情商 可能跟林辉英之间的感情的那个 不能去完满的那个部分 就成为他诗行 所能够去表述 所能去填补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在读在别康乔这一首诗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有一个非常完满的 一个流畅的一个音乐性 那这种音韵的部分 当然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去分析它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内在是一个押韵的一个状况 所以透过一个押韵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为了康乔这个情境呢 就加了一个什么 美声的一个情境 有时候一首诗 它的音乐性的一个发声 到底要去仰赖什么东西呢 以传统的这个诗来说 它可能是透过一个葛律的方式 可是呢 到了这个五世时期的时候 当我们语言解放的时候 你到底要依赖什么 去完整你一首诗的一个音乐性 也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大家追问说 到底一首诗跟一篇散文之间的距离是什么 特别是有时候你可能在读 或是在阅读 在赏息的时候 你可能都比较内容取向 或者是比较属于作者取向的那一种分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谈一首诗跟谈一首散文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那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文类的差异呢 在别康乔 至少在押韵这个部分就给我们一个诗的一个线索 也就是说 诗跟散文之间的那一个差距 有时候其实是在音乐性这个部分来成就它的 否则诗就不需要分行 因为分行本身就创造了一首诗的一个顿点 乃至于一个节奏点 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一首诗好不好 你会发现说 这个每一段的第二个字 就是双树 双树行的那个地方 都会彼此有一个押韵 比如说你看 那语音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红啊 那就是云啊 然后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梦它也是云 所以红跟梦彼此押韵 但是呢 它会转运 你会发现 它的下一段 向清朝 更清楚 慢朔 朔嘛 它是儿啊 然后在心灰斑斓里 放歌 它也是儿 然后下一个就变成了 下一段就变成了 嗷 因为生肖 嗷 康乔 嗷 然后呢 最后又回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哎呀 然后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其实压的这一些运 你会发现 它都有一些特质 怎么说呢 你像这一种红跟梦 甚至是 仔细来看它第一段 压得更是紧密嘛 因为你会仔细读 这一个 那语音下的一潭 它有个鞍嘛 然后 揉睡在浮沼间 它有个鞍 所以它这个压运 是非常的有意思 去做这个处理 但是你要注意 它去选的那些运 是可以呼应出 它的一个感情 比如说你看 这个恩运 恩运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有放射性感觉的 一个声音 但是呢 阿呢 歌或是这个朔 这个阿呢 它其实有一个 内在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感觉 然后生肖 凹 康桥 凹 这也是 这个口饿之间 会有一个搅动的一个感觉 状况 那还有比如说前面的这些 来啊 财啊 娘 新娘的娘跟荡漾 这些 这些押韵的一个状况 我们到底怎么去思索它 比如说 在古典的这个诗作当中 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 格律上的一个保证 比如说 七律 就这个 凭着之间的一个对压 所以你在写一首诗的时候 你照着这个公式去走 保证你的这个什么 诗一定会有一个音乐性 其中押韵是一个最容易处理的方式 因为大家如果熟悉这个 中国的诗歌史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绝句跟律师 他本身在成就这个格律的过程当中 其实经过一个蛮长的一个实验 就是在六朝的时候 因为佛学 这个印度的这个佛学 慢慢的透过翻译 来到了这个中国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中文的特色 它本身是一字一音节 但是你看那个梵文 或是这种 罗马字母的这种语言的一个方式 它本身是有一个比较长的 这个音节 或是字母的一个状况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声音的混杂度 乃至于 对于这份混杂要做的分析 是非常的细腻的 所以华语使用者 开始去学会翻译的时候 同时也在开始做一个细腻的什么 变身的一个工作 变就是分变的意思 所以在唐代 就是格律的就开始非常的成熟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杜甫的灯高 风吉天高原笑哀 它这边就 你光是在读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语句上非常的锦臭 意象上也非常的一个灵念 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押韵是为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押韵 纯粹是在追求一份音乐性 但是为什么音乐性会让我们感觉到 有时候有一些作品 就是说 甚至是有一些考试 它会数学 可能会做一些什么口诀 口诀可能都是押韵的 为什么押韵容易让我们记忆呢 其实就美学上来说 其实押韵它内在的一个部分 是来自于呼应 我跟一个声音彼此呼应了 就像你在爬到山巅上的时候 对着那遥远的那个山谷 你说了一声话 然后它会回来 给你一个相同的一个回声 这时候你就会知道 即使是在这山巅之上 你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声音告诉你 你不是孤独的人 即使那一份实体并不存在 但是它终究是来自于 这个自然的怀抱 记住这个感觉 这就是押韵的本身 它可以给你记忆的方式 就在于说 你被记得了 就是说你在说一句话的时候 总会有人一个回答你 所以我们在这一份 幸福感的这个回应当中 我们得到的那个音乐感 这是天生的 天生内建在我们的前世当中 你回来了 所以证明你 不会是永远是一个人的 所以你在读这一首 在别康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然我们知道 徐志摩他本身是一个新乐派的诗人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新乐派他固然是追求一个爱 自由之类的一个个人的情感 但是真正在文学史上去奠立 他们的一个重要性的 其实不止于此 因为追求爱跟自由 不是新乐派的一个专利 你打开五四时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就是新青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爱跟自由 是非常共同的一个命题 我觉得回到文学史上来说 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诗歌上 一个韵律的一个可能 就我们今天在使用一个长短句的时候 那新乐 我们使用华文写诗 就是要打开这个格律上给我们的前字 固然格律给我们一个保证 是你在这边会得到音乐性 但是那不是我天生的一个情感 所以真正在写作上 有时候要遍体 有时候有一些作家他长于写三文 有些作家他长于写古典诗 那在古典诗当中 甚至还会去分是属于 字句上是工整形的 像律诗跟绝句 但是也有去寻找一份自由 就是属于长短句的部分 比如说像颂词 比如说像圆曲 他们就是属于长短句的状态 但是真正到华文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松绑 不只是在做一个松绑的过程 而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 他自己音乐上的一个节奏感 就是属于我的呼应是什么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找到一个与我相应许的音乐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一首诗 除了押韵之外 这首诗的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不是工整的在押韵 而是它有一个推进的过程 除了呼应 它也在推进一个部分 而这一份推进是很细腻的 我们仔细来看 你会发现这首诗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并列的一个结构 你从动态的来说 你看第一段 第一段它就是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在走跟来之间 走是我现在离开这里 但是我特别去讲来这件事情 就表示在时间的那个另外一个端点 我必然有一个旅程到了这一边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算是倒序的一个过程 我们习惯性的一个时间感 都是正向走的 就是这一课 然后到下一课 但是文学精彩的地方 反而都是回忆的部分 你去思考很多的文学作品 回忆是一个文学家非常重要的资产 所以来跟走不只是动态的距离 它也倒数了一个 之前的一个过往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空间感 这个来跟走 它有一个细腻的拉展 比如说歌跟墨 你看这一首诗里面 它在后半段的一个部分 在寻梦的过程当中 那个情感浓烈了起来 就像那个古典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沉默了太久 就特别想要去说话 言之不足 然后最后甚至是要歌唱 然后歌唱之不足 我们甚至是跳舞 所以在寻梦的过程当中 他渴望放歌 在这一传的这个心灰当中 这也是一个蛮浪漫的意向 它有一个虚实的感觉 就是船它是在承载一个有重量的事物 去拓展一个旅程 但是今天这一艘船呢 在虚实的一个表现上的时候 它在的居然是这个天空中的这个心灰 这个意向蛮美的 所以在这极度的这个浪漫的一个情境当中 他渴望放歌 言之不足 故永歌之 但是他又做了一个内在的顿挫 说我不行 我否定了 我没有资格去唱这个歌 因为真正的歌声是没有声音的 瞧瞧是别离的生肖 这时候在诗人的心灰的情感当中 没有声音的这一份瞧瞧呢 也是一首歌关于别离这件事情 而应该要在夏天当中 自由放明的这个夏虫 居然也为诗人而沉默了 他说沉默是今晚的康巧 这个也是一个隐喻的写法 就是说你说今晚的康巧是什么 你可能去一般人可能说星光灿烂 或者说闻到了什么气息 可是诗人非常玄的说 没有声音就是今晚的康巧 因为整个世界为我孤独 为我那一份情感的不完整 和哀伤不忍 所以你会发现歌跟末之间 你不能只是单纯就是看到 这是两个对比 而是要注意 诗人非常细腻的在这两个端点 打出了这个结构之后 内在的一个填充的一个过程 或是细密的一个堆垒的一个过程 这是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对于一个片顺时间的一个扩展性 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并列的一个状况 就是细跟晚 我们常常会讲就是细阳无限好 只是什么 近黄昏 向晚亦不是驱车上古元 细阳的时候 内心不太顺意 于是不希望自己再困在一个端点上 于是我就驱车 就是登古元 发现远远看到那细阳非常的美好 但是最后就留下这经典的句子 只是近黄昏 那是我们最后能够掌握一天最美的时候 有玩摄影的也都知道 这一天当中有两个魔术时刻 第一个魔术时刻 就是早上的七点多 到八点多的时候 你可以去拍照 另外最重要的一个魔术时刻 其实就是我们的五点到六点之间 如果你到海边的话 那个魔术时刻又被放大 这一生当中 或是说这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夕阳 夕阳璀璨无比 但是它终将要被怎么样 黑夜的那份黑暗所吞没 所以我们把握它 就算是这只有两小时的时间 我也要把握它 我怎么把握它呢 诗人用它的情感 用它的视觉 用它的文字 把这个东西掌握了下来 所以你看这日之将中的一个过程 你看 它说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时候你会 可能一般人写到这边就停止了 但是接下来的下一段 你会发现 好像有一股挣扎的力量 你会看到在夕阳当中 有一个河畔的金柳 在阳光当中 湛泛它的美丽 博光你的燕影呢 在我心头什么样 荡漾 明亮 特别是柳这个植物 柳这个植物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典诗当中 坝桥 在坝桥那个流影 这是非常重要的意象 就是坝桥这个地方呢 非常重非常多的柳树 那阳柳一一 在风中荡漾 这也代表的是 一个人挥手的动作 也代表一个挽回的一个动作 所以阳柳这个柳 它又有一个斜声嘛 斜音 它又是一个挽留的一个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在第一段的这个光亮当中 诗人透过一个植物的意象 希望把这个东西带回它的身边 这一份将要消吞的一个时光 它需要把它带回到它的身边 永远不离开 但是又能够怎么样呢 夜晚还是要来临的 所以真正最后的一份美丽 它给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这首诗的第四段的那一个彩虹 最后它怎么去描述最后的那个灿烂呢 它说就像彩虹一样 彩虹有七种颜色 但是呢 这里诗人有一个很细的写法 它说不是清泉 是天上红 揉睡了 在浮沼间 这个揉睡的动作 你感觉彩虹也变成了一个物体 像八宝楼台 甚至是一个非常装饰性的一个玻璃 就揉睡了 然后就在这个浮沼之间就碎散了 然后慢慢地沉淀 沉淀这个字眼也是有力量的 它代表是一个慢慢的一个缓降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这个彩虹不是消散在风中 对诗人而言是像一片碎玻璃一样打散了 在康桥的这个河流之下 慢慢地沉淀 慢慢地沉淀 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一样 变成梦 但是也是一个彩虹的一个梦 所以诗人很想要去追索那个时光最后的那个遗迹 所以他要去寻梦 很浪漫 他浪漫主义的地方就表现在这边 他有一个动态性 好 我就要 我不愿意只停在这边 我要驾船 然后去找 找他 在星光当中 去找 去放歌 但是他偏偏又不能放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歌跟墨 所以到这个西天的云彩 一直到星光 星辉斑斓的这个碗的时候 你发现阿斯人多么地去展现出他的想象能力 那些想象的能力呢 都是什么 他所不可承受的一个重量 就很像我们都知道米兰昆德拉说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所以你回来看这一首诗 我们都知道它的经典的字句的部分 是来自于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那最后的结尾也是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所以这里的轻盈这件事情 跟安静是要放在一起的 但是你为了什么安静呢 你只是安静吗 还是因为生命中的那些太多的疼痛 太多的伤害 我无法去附和它了 于是我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无语呢 还是就实是安静 那这边当然是指后者吧 所以你要注意 这里的轻盈绝对不是只是轻盈 而是面对沉重的一种方式 一种什么 无能为力 我发现我不能去附和这件事情 这世界上所有东西 就科学家而言 都会有一个重量 都一个重量 比如说一个桌子 可能是几公斤 然后甚至是钢筋水泥 它可能用盾来算 可是有没有为我们 有人为我们的哀伤去称一下重量 非常困难 可是很多人却又因为生命中的一些不可挽回的事物 那些破碎的事情呢 有负重 用一生去负重 甚至是得到了忧郁症 这就是米兰昆德拉说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情 我们反而比较能够去承受的是 所有事物当中有具体重量的 因为就算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重量 我们也可以用工具去承载它 把它拖载起来 比如说推车 之类的一个工具 但是心中的那一份重量是没有人可以为你负担的 而这就是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这件事情 你要去了解这一边的一个精彩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来说 我个人觉得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它很像是一个消博的一个过程 可能是对林辉英的那一份感情 我很努力的 很像削铅笔一样 想要把那一个事情慢慢的削 慢慢的削 那么重的事情 透过一个欧洲的一个旅游 慢慢的削 把它越来越轻盈化 关于削减重量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卡夫卡的木桶骑士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他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当中 有一个男子他非常的冷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非常贫穷 他没有钱去买那个煤炭 所以他家的那个煤桶 非常的轻 轻轻空空的 一般人是没办法扛起这个煤桶的 可是他有办法扛起 因为里面没有煤 他心里想说 我应该要去找这个卖煤的老板 请他施舍我一点煤好了 但是我要有一个华丽的储藏 这样子他或许可以赞扬我的记忆 和借我这个煤 所以他说 那这个煤现在这么轻 我就把它当成一匹马好了 我要骑着这一匹 这匹马 这个木桶 我现在就是个木桶骑士 我要骑着这个空调的煤桶 我要去找老板借煤 还真的是 就是他就把这个煤桶放在地上的时候 因为他家住哥楼 轻轻空空 那个煤好像真的变成了一匹马 非常缓慢地载着他怎么样 从楼上到楼下 穿越大街 轻轻空空轻轻空空的就去找 就是到了这一个卖煤老板家 他说敲敲门 他说老板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煤啊 你看我现在这么可怜 我的煤桶什么里面都没有了 这样子 那这个卖煤的老板就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也非常赞扬他的记忆 居然能够把这个煤当成一匹马一样 骑到了这里 就想要借他 可是没想到怎么样呢 这个家里面的老板的太太 就听到自己的老公 又要奢眉给这个贫穷的这个小伙子 就说不行 你不可以借给他 除非怎么样呢 你现在你看我的围巾 扇了一下之后 你能够飞走的话 那我就愿意怎么样 借你没 说那时池还这十块 那个围巾这样一扇动的一个过程当中 好像吹动气球一样 木桶骑士啊 就在这一阵风当中 就开始慢慢的像漂浮的气球一样 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 甚至飞过了怎么样 整个夜空 一直到遥远的冰山的那一头 这就是木桶骑士的故事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正在于这一份轻盈 怎么说 你看这个木桶骑士在寒风策骨的日子当中 因为贫穷而没有梅 他渴求一份温暖 这是他的希望 可是现实当中 他的重量在于说他没有钱 于是这时候魔术时刻就展开了 终于好不容易可能自我炫技的过程当中 希望这个老板能够施舍给他 可是他又遭遇到了另外一个消博 就是那个老板的太太的 扇这个围裙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他吹走了 一直吹到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那个地方去 这就是所谓的轻盈跟重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卡夫卡透过这个故事 让我们去思索轻盈跟重量 但是在在别康乔的这一首诗当中 他怎么样去消博呢 或许我们大家会在形式分析的过程当中 读到了非常多精彩的那个压运 或是孕育的那一个部分 但是请你要务必记得 或许回到许志摩生命的那一个旅程当中 他所遭遇的那艰难 情感的艰难 使得他必须用这些文学的技巧 或者是说康乔可能某一种程度上 是他的精神的原相 召唤他使用这样的方式 来完成对自我的一个宽解 那一份他不能够拥有的爱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 这首诗回到了一份安静 他说乔乔的我走了 正如我乔乔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就像木桶骑士当中的那一个木桶骑士 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他值得留恋的一个地方 而他违抗那个地心引力的那一份轻盈 一直到那个遥远不可见的那一个世界 或许才是他这世界当中 他所能得到的一份归宿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今天我们读的就是 在别康乔 徐志摩这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诗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下期再见